常修真实与彼三十三天 践行七法者 贤各作誓言 当来生此天 这就是涛利天 七法生天 所以首五戒行七法 至少生三十三天 第一个就是供养孝顺于父母 第二个 即尊敬师长 即家中尊长这些老人家 第三个呢 讲话柔和功训词 叫讲柔软语 所以讲对方喜欢听的 第四个 离粗言两舌 就是第四第五 所以不要恶口骂人 也不要背后批评 再来调伏签定心 那各位看到众生需要 就要布施 常修真实与 讲话要讲真实与 而且对对方有利益的 然后呢 这样呢 比三十三天 建行七法者的三十三天地 看到能够在这个事件 实践这七法者 弦各作誓言 当来神此天 将来跟我们一样 投胎到三十三天来 得到一切福报 所以这七条 再背着孝顺父母 尊敬师长 讲话柔软 不恶口 不两舌 讲真实乙 常行不失 那另外一个讲法就是 不动气 因为生气也会损福报 第五 父母 父母与子 有大牢窟 护持 长阳 滋以如补 假使一间 慈母 一间 慈父 今于百节 徒子疲劳 或持 其宝供养 令得 父乐 亦难报恩 若其父母 无信佛者 令其信心 若无戒者 令主 无境界 若信奸者 令行会师 若无智慧者 令其智慧 只能如是方曰报恩 毗难耶律 这个就是 连出家的戒律 以后是这样自定的 那 父母对我们 这些儿女 生我们 养我们 为我们烦恼 有大劳苦 而且 护持 长养 乃至用 他的母乳 来 让我们 健康成长 有这种功德 所以就算一个人 一间 担着母亲 另外一间 担着父亲 经过百节 几百亿年 这样子辛苦 徒子疲劳 乃至用 世间最好的 七宝流离 供养 令爸爸妈妈 富贵快乐 也无法报父母养育之恩 那怎么样报恩 除了这样子呢 有四点最重要 那菩萨道的衍生为父母 就等于众生了 要让父母 试法成就 信心 持戒 不失智慧 这也是我们修学佛法 最重要 能得的试法 来世升天 现世快乐 来世至少升天 所以若父母 没有信佛的 我们要对父母 让他们对佛法 生三宝 生起信心 特别对佛法 那各位 我们要自己表现得很好 很孝顺 那父母才会听你讲 所以让父母起信心 那一步一步来咯 一下子你跟他讲 也不行 替他印经 替他点灯 用父母的名字 去供养三宝 真的哪一天 有机会呢 带着父母 去供养 他比较相应的 道场师傅 慢慢慢慢 有一天 就带他去 参加一个 比较简单 不痛苦的法会 快乐的法会 一步一步一步 终于让他对三宝 有一点信心快乐 再来 那有了信心以后 那我们希望 他不要堕落恶道 所以若无戒者 另住境界 那有了信心以后 那就要守戒律了 不杀身 不偷盗 不嫌疑 不妄疑 不喝酒 那就不会现实难过 来世堕落 再来 还要让他更大的福报 若信天摊者 另行会师 那我们再来就要让他 我们都会包红包 给爸爸妈妈 拿去替我们做供养 去供养佛 供养出家人 然后去帮助贫穷 去放生 让他不失得大富 若无智慧者 他就说他不相信因果 不相信轮回 所以那你如何让他引导他 特别在跟他聊天的过程里面 讲到生老病死问题 就像我跟我妈妈在讲到这个问题 他生病 我说母亲很疲惧 这就是我是怎么要受影 是怎么要出家呢 他用尽各种方法 跟他谈 所以 那有时候他精神太好的时候 那讲得太明显 也不可以 还会引 然后他精神不能回答 我会讲得太明显 那时候都没人 同学会听 所以就读读地藏经 讲讲白话地藏经 八大人觉经 用各种方法 种善根 所以若无智慧者 另起智慧 那各位你要有方法 相信 慈戒 不失 智慧 那做儿女的 也就是说 对众生能够如此 方明报父母恩 进一步变成报众生恩 所以这四条 各位还是要背 来 信三宝 守戒律 常不失 得智慧 这是我们对众生 该去推广的 让他归一三宝 让他持戒 让他不失 让他能够相信 因果轮回 特别地藏经 如果要修行 看看 看看药师经 要求智慧 读读金刚经 要修慈悲 都看看谱门品 这是基本的经典 那当然还有很多 很圆满的 这就是度众生的方法 再来 我们再看一些重点 请翻到191页 在家菩萨修学法药 在郁家长者问佛 乃至行菩萨经典 我们找出一些重点 大家念一下 什么叫真正的归一三宝 怎么去做 来 一 二十四尊 告欲且长者 善哉善哉 长者地听 善思念之 精卫如说 在家出家 菩萨所著 学得圣行 二 佛言 佛言 长者 在家菩萨 应 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身 以此三宝功德 回上无上 正真之道 三 长者 云合在家菩萨 归一余佛 我要得成于佛身 三十二相 以自庄严 持此善根 及三十二丈夫相 为己此故 请行精进 长者 世民 在家菩萨 归一余佛 四 长者 云合在家菩萨 归一余法 长者 而是菩萨 恭敬余法 及说法者 为法 欲法 要法 及乐助法 助法 持法 护法 兼助余法 赞叹余法 助余法行 增法 求法 以法为利 施法 契障 违法 违物 我成阿诺多罗 三秒 三菩提 当以正法 等施一切 人 天 阿修罗 长者 世民 在家菩萨 归一余法 五 长者 云合在家菩萨 归一余身 长者 若是菩萨 见虚土还 斯陀 斯陀 阿纳 阿罗汉 阿罗汉 给予凡夫 若见生闻胜 皆惜静顺 肃起成淫 毫于善因 又绕彼人 应当如是思念 我等得无上震真道实 未曾生闻功德利固 而言说法 虽身恭敬 心不注重 长者 世民 在家菩萨 归一余身 好 我们先简单的解释 192页 当然我们归一三宝 是希望将来也成就 三宝的功德成佛 所以 所有归一三宝的功德 所做的一切都回向 无上菩提 再来佛说 长者 那什么是在家菩萨 归一余佛呢 就像我们读地长经一样 那地长菩萨 因地作 长者只看到佛的 像好状言 那所以我们也要 累积这个善根 就像《优婆式戒经》 也特别讲 在家菩萨 成就三十二相的因 是什么 在很多经典都有说 所以归一佛 那各位就要追求 你现在看到的圆满 我要得成佛身三十二相 以至庄严 这样才能够让别人也归一你 那此此上根 要累积所有三十二丈夫相 的功德 那所以各位 我们以前都有收集过 平底相 乃至眼相 乃至身材 拟居头树相 这什么因都有了 所以这样来 累积成佛的质量 就像你要盖一个佛像一样 然后要砖头 终于把它盖起来 我们归佛 我们要像佛一样的庄严 所以为己此故 情形精进 那所以归佛 你就要遵守这三十二条戒律 那怎么样去圆满 这三十二相的功德 长者 世民在家菩萨 归以佛 那各位有一个新的方向 第二个 长者 愿何在家 菩萨 归以法 那简单的说 对所有的佛法 我们要尊敬 想要去 护持 快乐 修行 安住 赞叹 那是推广 所以 这样 来圆满成佛 因为圆满了佛法一切 就能够成佛 我曾安要多了三妙三菩提 就要所有的正法 来布施不一样的众生 以正法等式一切 天 人 天 阿修罗 所以各位 你念经 你要想 所有天神都在听 阿修罗都在听 天 人道都在听 三恶道都听得见 不管你在做什么 只要是正法 都是要 像奥马尼别美宏 一样的 像阿弥陀佛一样的 六道有情 所以你在家里 最好挂一个 一个六道轮回图 所做的一切 但是如何让 这些六道轮回 脱离六道轮回的法 那这些我们要去修行 所以长者 世民在家菩萨 归一以法 第五 长者 云和在家菩萨 归一以身 然后长者 若菩萨见到 修解脱道的 出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出果再修 七世就证阿弩汉果 三果断了 贪跟撑 往生以后 直接到 五不还天 那边镇的阿弩汉 不来了 四果就现镇了 所以 急于凡夫 若见身闻秤 所以就算 看到一个 修解脱道的 我们一样要尊敬 虽然我们是 归于大乘佛教 在追求圆满 但是 皆惜尽顺 竖起成瘾 我还要赞叹 豪语善音 又落这个 在追求解脱的人 那个时候 应该怎么想呢 应当如是思念 我等得 无上 正真到之时 等我成佛以后 我也要为这些 追求解脱功德 未成身闻功德 立顾 为他们说法 让他们真的 能够正得 身闻解脱 乃至呢 等他正得 身闻解脱以后 再回小巷 所以 虽身恭敬 心不注重 最主要是这句话 虽然我们对于 这些追求解脱 阿弩汉 恭敬 但是内心不是 追求罗汉道 我们在追求菩萨道 但是你不能 看不起对方 所以 因为 我们在家菩萨 看到 为个人解脱 修行的 身切 这就是代表 整个 身切的形象 我们一样的是 尊敬他 赞叹他 希望他正得解脱 也护持他 但是自己内心呢 还是要追求 圆满菩提 长者 师民在家菩萨 归异于身 所以各位一定要 在讲 多看经典 就知道怎么样 去归上 怎么样去对待 这些事情 再来第六 如何叫做归于佛 在修行上 如何实修呢 成就事法 第一个 第一个 不舍菩提心 归于佛就是为了成佛 成佛就叫圆满菩提心 佛心就是菩提心 所以一心念佛 要解释成不舍菩提心 它叫一心念佛 那菩提心包含什么 那就要骗一切除了 如果说你在念佛 而看不起人家修小秤 你在念佛 而排斥人家修其他法门 乃至禅宗密宗 那你就不是菩提心 菩提心所源 所有众生 所有友情 乃至邪见众生 其他宗教 都是我们爱护的对象 所以各位要不舍菩提心 像佛的心 要普负一切众生 愿他们离谱 愿他们成佛 这才叫归佛 第一个要不舍菩提心 这也是菩萨界的重点 第二 除了不舍 不费劝法菩提之心 对世间的人 各位要想尽办法 也不要说 哎呀不要 不要跟他讲 菩提心大乘的教法 就像我们去泰国 我很喜欢讲吃素 有时候跟他们出家 聊到吃素来了 故意的吧 然后吃素以后再来谈 这个不能谈什么 大乘小乘 为什么吃素 因为动物 再来他们的过程被杀苦 就是故意要提这个 慢慢慢慢就引导了 学佛 每个人都应该要为了成佛吧 成佛应该怎么去修 所以这次有一位法师 对啊 我们也有修食菩萝蜜 因为南传的食菩萝蜜 跟我们的菩萝蜜 内容有一点不一样 但是基本上动机最重要 而不是说 因为你真实要追求成佛的心态 所以我们要想尽办法 不要放弃 要劝所有修行者 部分在家出家 要发菩提心 所以醒安大师 有一个劝发菩提心文 很多主师大德 叫我们念 讲解给我们听 这个叫归佛 第三 不舍大悲心 那既然我们归佛了 佛不舍弃众生 我们也不能舍弃众生 而叫经常的去帮助众生 要不舍大悲心 第四 于余秤中 忠不胜心 虽然成佛太遥远 但是各位不能退转 不能由成佛之秤 退落小秤 退落二秤的意思 退落人天秤 但是人天秤也是为了 以人天秤的做法 也是为了成佛 而不是说在享受人天福报 和个人解脱 甚至跟你说 念佛不好 还是修禅宗就好了 无论如何 都是为了成佛就可以了 佛法没有哪一个高哪一个低 究竟来讲 就是像《妙法灵魂经》 《妙法灵魂经》讲了 众生都可成佛 所以不要退转的意思 所以这个东西很重要 这个叫归佛了 所以这四个在念这 不舍菩提心 不废劝法菩提之心 不舍大悲 于一秤中 终不身心 这个叫名为归佛 再来 七 长者 在家菩萨成就四法 归一于法 何等四 一 于法师人亲近依附 二 听闻法语 善思念之 三 如所闻法 为人 言说 是 以此 说法 功德 回向 无上 正 真之道 那什么是 在家菩萨 归一于法呢 第一个 对于 说法的这位法师 这个人 那我们要 亲近他 依附他 供养他 这叫依止善之士 因为 他能说法 所以我想对于政治正见的法师 而且能够发菩提心的法师 那如佛一样 佛还 你听不到他说法 这位法师直接在跟你讲佛的教法 那对这个法师要如此的恭敬 亲近 依止 不离开 那再来 那你我们亲近法师 难道是追这个人吗 执着这个人 那当然不行了 第二个 那我们对善之士 听闻了这个法 亲近他 是为了听闻佛法 然后 得到这个法 那我们叫善师念之 所以佛陀每一次叫善师念之 你要好好的记下来 思维 保持正念 就是闻师修了 念就是把佛的法 变成你的念头 当下的念头 那就是师修 那念头当然会表现出行为 所以听闻佛法 以善师念之 所以各位 能善师念之佛 讲好 所以各位要如此 老实说 像我这个人是很痛苦的 我喉咙不好 早上来我讲 今天不讲话 结果还是谁谁念 后来不行了 给我们站讲法师 帮我念一下 下午我就想说 不要出来了 所以 但是你还不行 我看到这么多本书 而且看到这个内容这么好 哎呀 不讲可怜 所以 那各位你还是要尽力 还是要尽力 所以但是 我们能够听闻 佛陀的叫法 特别各位已经有白子黑子 你就按照这样去修就好了 我讲的是废话 我只是提醒你注意而已 这重点 但是你能够去用最好 再来更慈悲 如所闻法 为人眼说 所以你看佛经 不讲给人家听 你真的会消化不良 所以各位要有那个悲心 有些人看佛经 看了老半天也不讲 那不白看 只有吃东西 不会排大便 这个人一定会找死 所以意思是 你所吸收的东西 要释放出来 那你这个释放出来的慈悲 才是你吸收的重点 你才可以找到精华 所以各位一定要 马上看 马上跟人家讲 影响别人 所以看佛经的人 不喜欢聊天 因为光讲佛法都讲不完了 如果说这个人在行为上 有一点偏差 我们也是利用佛法 来导正他的行为 而不是在讲他对错 这样而已 但是你一定要 如所闻法为人演说 所以各位一定要像考试一样 老师在上面讲 我们在底下听得很清楚 回去还写笔记 考试叫我们写一遍 我们都会写 不得不这样逼 但是你现在要做的时候 那你马上讲给你儿子听 讲给你爸爸听 有人打电话给你 邀你去逛街走吧 我讲佛法给你听 因为随顺因缘 但是目的就要把这个法告诉他 如所闻法为人演说 第四 以此说法功德 回向无上正正之道 那我们这样子的听闻佛法 说法 就像各位读经诵经 抄经 回向法界众生 同享功德 同诚佛道 那这个叫归一于法 哇 殊不殊胜啊 原来归一法是如此 所以各位要会讲地藏经 我在家就讲地藏经了 以前做旅行社 后来我也开始带团 我都带一本地藏经 天天看 导游讲到没话讲就由我来讲 所以我很喜欢讲地藏经 那怎么头痛肚子痛 地藏经给他头拍一拍 比圣经还有用 就好了 那这时候再送他几本 送他白话地藏经 我认为这个人如果懂了地藏经 他这辈子至少没问题了吧 对不对 他就懂了轮回 断恶修散 搞不好还发起地藏王菩萨的愿力了 所以各位 能够带着父母去九华山朝圣一次 父母永不堕落伤恶 九华山就是地藏经的加持力 所以带着父母来自自己到五台山去朝圣 就挣着空性的加持力 去普陀山朝圣挣着什么力量 慈悲的力量 对不对 去普贤菩萨挣着永不退转的力量 所以这些还是要去做的 下回带各位去士大名山好不好 要三十天 两个三十五天 四个山三十天 遭到去不运 所以后来就不敢四个一起跑了 一次跑两个 后来回来 师父你什么再去五台山 很苦啊 但是因为现在各位还是要去 如果你方便自己去都没关系 现在的配备交通配备一切都很好 然后在那边朝圣礼拜 那些佛像的加持力都还在 不可思议 去到现场你就会知道力量就是力量 那诸佛菩萨为什么要我们去朝圣 去朝世大名山 才知道那个 他是受计好自己力量怎么留在那边 让我们去感受到他的存在 放过来 八者 来 长者在家菩萨成就四法 归依于身 一 若有未定入身闻圣 劝令发于一切至心 二 若以财色 若以法色 三 依于不退菩萨之身 不依身闻身 四 求身闻得 心不注重 那 如何才叫归身呢 特别对在家菩萨 那 佛告诉一切长者说 若有未定入身闻圣 这个人虽然知道生命苦 要追求解脱 但是他还没有正入阿罗汉 或是还没有正入身闻圣 那 你赶快让他回小向大 所以来劝令发于一切至心 不要追求个人的空性 而要追求帮助所有众生离苦的一切至 这样的意思 那这个时候 当然你要尊敬他 赞叹他 然后你要视线给他看 视线给他看 去引导他 所以这叫我们在家菩萨 我想很多出家人是为了解脱而出家 那你是在家菩萨供养他 你要做到让这个出家人都赞叹你 哇 在家居是这么发心 这么用心 这么慈悲 对不对 就像我们经常去缅甸也是这样 供养斋食 他知道我们去供养斋食 他们就很高兴 为什么 加菜 对不对 等于两桌的钱 又有汽水 又有饼干 小沙咪 就丹鬼缸也丹你这 大秤的心态 吃的饭就不一样了 供养也不一样 微笑也不一样 他就觉得很羡慕你 羡慕 在家人也可以影响出家人 所以若有未定入神文称的 劝你发于一切自信 我们个人解脱算什么 舍弃的爸爸妈妈不行了 所以我有爸爸妈妈 那谁没做过我们的爸爸妈妈 就这样慢慢引导 三十七宋 所以要转这个心 转小为大 反而你修大秤 还最容易振达阿罗汉 最容易进入空性 所以有两个方法 若以财色 若以法色 那你要度众生 钱你要有啊 最好的吃的 最多钱呢 买最好的 供养它 上回我去缅甸 请了一只木头的释迦摩尼佛 哇很庄严 然后拿回到台中 给它贴日本金 金色小 大宝法王看到那一只 给我 所以我本来就供养你 他就收起来 我就收起来了 结果隔天 大宝会生日 他把那一尊供在中间 很光荣 因为他不是说要这尊 他只是说 他还正在想说 明天大宝会 我中间要白色 就看到那一尊那么亮 而且贴金贴那么细 脸像这么庄严 我就供在上面 这很好看 这个叫什么 那叫柴色 对不对 如果供养木头 就不供在那边了 贴金比那个木头还贵呢 所以就像我们后面这几尊佛像 贴金有没有庄严呢 就不一样了 所以有钱就给它贴一贴 对不对 大家集合起来 我最近在泰国买了一尊 2.5公尺的玉佛像 玉佛了 肚子大大的婴儿 他现在是古童了 回来准备贴金 好不好 让你不好意思洒水 贴金的 因为我也看到 有一尊人叫贴金 供在那边 底下给他做莲花池 然后大玉佛像 这样我想每个人 都想要去玉佛 去赞叹了 所以这要用金钱 去摄取众生 所以就像我们外面那个塔 外面有简单的贴金 看起来就庄严一点点 看起来就好看一点点 再来 这个叫四间法 四寿塔 下回受八万再借 吃便当订三百的 好不好 好不好 好自己出钱 这还不简单 还是要五百的 OK 自己出钱 你说没有了 我常常五十的 五十的坐百口 那当然如果说 没有没有没有 我是功德主 你如果来参加八万再 我给你说好 那天吃五百的 多一半来 我给你说 你母子也带来 那这样有钱可以度多少人来 所以下回八观灾 八点传到十点 十点吃到十二点的自助餐 这样好不好 不要再说那么多 谢谢点 吃得久得更要紧 大家就欢迎 吃完以后来散步 睡中午 最好再会有 哦 那咋 好